奶粉价格课题近来持续受到关注 厂商转嫁广告和促销开销引起了热议 不过 婴儿食品道德委员会受巡的时候表示 虽然接获被指可能违反道德准则的投诉有上升的趋势 实际违反准则的个案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为了确保婴儿食品公司的行销手法符合鼓励和支持哺乳的条件 婴儿食品道德委员会自1979年成立以来推出一道道德准则 委员会表示 在接到指商家违反准则的投诉之后 就会立即展开调查 委员会每隔半年开会商讨如何修改准则内容 以跟上不断推陈出新的行销手法 委员会正在修订现有的准则 预计下半年完成修改 由于指商店则在新的行销手法 找出口接下半年开会商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柳子